我從新聞上面看到我的競爭對手指出 他的支持者受到了恐嚇 跟有提到被警告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知識體大 所以我今天也特別來到警察局這邊 來向我們的局長來做個拜會 因為他雖然候選人並沒有指出他的對方 就是恐嚇的對方是支持我 但是當他在討論到 談到會選跟受到恐嚇的同時 新聞的畫面是連接我的 所以這些被脅迫的人只是聽說 那我覺得他就是一種造謠製造恐慌 來達到抹黑的目的 那意圖使我不當選的企圖就非常的明顯了 所以我想在這裡為了整個南投的乾淨的選工 接著我也會去拜會我們疫检署的檢察長 希望就對手所提出的 有相關的會選啊或者是有恐嚇的事件 主動的來介入調查 所以我也呼籲所有的候選人 應該帶著你們的支持者 勇敢的向警局這邊來報案喔 我相信警察局這邊一定會保護所有報案員 你們的安全不會去公開你們的資料 要相信警察一定可以將這些不法的份子 神之以反 我們不肯讓選民擔心 如果剛才比較不好的事件一定要依法查辦啊 像我就聽到我的支持者說 一些年輕人走到他們家去搶聲 說你比較小事的 我相信人給一個人心肝頭 去戳戳戳啦 我也知道說這次要選機 選民情清楚 誰有黑道的背景 所以有的人說一頭做一頭 我們要這樣喝湯啦 經常這晚上啦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查氨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若瑜幫你來打折 但是